祝你的兄弟姐妹平安 感谢主让我们再次相聚在这里 今天我们莫观一段圣经 是耶利米亚先知书第一章 四节 上主对我说 我还没有在母妇内形成你以前 我已认识了你 在你还没有处理母胎以前 我已住生了你 选定了你做万民的先知 我回答说 哎呀 我主上主 你看 我还太年轻 不会说话 上主对我说 你不要说我太年轻 因为我派遣你到哪里 你就应该到哪里去 我命你说什么 你就应该说什么 你不要害怕他们 因为有我与你同在 保护你 亲爱的兄弟姐妹 请你闭上自己的眼睛 安静你的心 你转发 community 我支持你 我爱你 你快点 你快点 我爱你 我爱你 有时候我们只专注于眼前的事情的时候 就会忘记自己的生命 自己的人生是一个整体 我们只专注于目前的利益的得失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自己的生命是一系列的偶然巧合机遇所构成的 好像没有一个主线 好像没有一个方向 亲爱的兄弟姐妹 你听主的话是怎样讲的 他说 还没有在母胎内形成你以前 我已认识了你 在你还没有处理母胎以前 我已住上了你 选定了你做万民的贤知 天主创造你 之前 他有一个计划 他先有了这个计划 然后按着这个计划 创造了你 你是出自天主的计划 您的源头 当你在母胎中被形成之前 先存有的是一个关于你的计划 一个爱的计划 亲爱的兄弟兄姐妹 你一定要留意 这个生命的源头 你是出自天父的手 天主 天主借着你的父母 形成了你 但是他是你真正的作者 是他给你造了一个不朽的灵魂 是他赋予你生命 我们人的幸福就在于 找到这个生命的命定 找到天主给我们的命定 进到这个命定 进到他的旨意 他的美意里面 天主为了让你 能够进入到他的旨意里面 能够按着他的计划去生活 他在你的身边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人 安排了各式各样的事情 安排了各式各样的环境 你觉得天主会失败吗 你认为天主会失败吗 不会的 他不会失败的 他总是有办法 亲爱的兄弟姐妹 他总是有办法 的的确确 在生活当中 在生活当中 你偏离了 你跌倒了 你悖逆了 你软弱了 但是当你仰望 这位创造你的主的时候 你一定要知道 他总是有办法 在基督 在基督这里 总是有机会 因为经上说 他的仁慈 他的怜悯 没有终结 他总是有办法 他总是有办法 对我 他总是有办法 感谢观看 你闭上你自己的眼睛 安静你的心 亲爱的天父 你总会有办法 亲爱的天父 你能 你能 你绝对的能 你的旨意 定会成功 你的计划 定会成功 绝不会失败 父啊 我再一次把自己 完全地摆在你的面前 我离开了生命的泉源 现在干得像尘土 但是一把尘土在你的手里 请你用圣神的活水浇管 让我再一次柔顺 祝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亲爱的兄弟姐妹 把自己交在天父的手中 这双手 是慈爱的手 是满有能力的手 在他的手中 你的日子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的好 相信吗 我们不是把自己交给虚无 更不是把自己交给诅咒 交给罪恶 交给魔鬼 乃是交给仁慈的 满有怜悯的天父的手中 放心 只要我们的生命在他的手里 一定会一天比一天的好 你知道天主的心意是 要揭开你脸上的帕子 那个遮盖你的帕子 那个羞辱的帕子 失望的帕子 自我定罪的帕子 没有希望的帕子 他愿意你看着他的脸 让你的脸上反映着他的生命 反映着他的光荣 反映着他的恩宠 他愿意你 每天 荣上加荣 利上加利 恩上加恩 爱上加爱 欢乐上加欢乐 健康上加健康 希望上加希望 我们很多的痛苦 焦虑 源自什么 源自就是 对天父的不信赖 觉得他的手 离开了你 他的手离开你了吗 怎么会离开你呢 暗中的父 一直在看着 一直在关注着 他一直在爱着你 你不要忘了 你是用极度的保险素 赎买回来的宝贝 你花了大代价 买回来的一个宝贝 你会轻易地放弃吗 你会随意地放在一个地方吗 当然不会 何况天赋呢 你的生命不是处于机缘巧合 不是的 还是出自一个计划 你不需要去怨谁 你只需要仰望他 很多的时候 我们都以为自己一个人在生活 好像自己的身边没有任何的住友 你错了 亲爱的兄弟姐妹 耶稣说我要天天同你们在一起 直到世界的终结 耶稣还说 我要给你们派遣另外一位护卫者 是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耶稣天天与你在一起 圣神永远与你在一起 天赋也是一样 他为你派遣天使 保护你接下来的每一个脚步 决定你生命的 是天赋的旨意 你不要让罪过 让你的过失 来决定你的人生 更不要让别人的诅咒 别人的议论 来决定你的日子 你的脚步 经常说 你的话是我路途上的亮光 是我脚步前的明灯 天主的话 是你生命的良 是你生命的方向 你只需要看天赋 他对你怀有的计划是什么 你只需要听他的话 按着他的话去行 不偏左不偏右 不要因为医生说 你完了 你就自己给自己说 我完了 更不要因为父母 或者是兄老师说过 你完了 你就给自己定义说 我完了 你知道天赋对你有一个永恒的计划 你生命的蓝图 是天赋亲自勾勒的 很多时候一些错误的思想 让我们没有办法领受天主的祝福 我们总是喜欢自我诅咒 觉得自己不配 觉得自己不堪 常常拿着自己的行为 去度量自己和天主的关系 我做得好了 就觉得天主 就觉得天主现在爱我 我可以坦然无惧的到天父面前领受恩典 如果我犯了很多的罪 我就觉得自己没有办法到天父的面前 亲爱的兄弟姊妹 你一定要扔掉这些思想 你能够到天父的跟前 唯一的理由 就是因为耶稣爱了你 因为耶稣基督用自己的死 为你开了路 他用自己的活给你带来了恩典 耶稣基督是你通往天父的路 是你通往祝福的路 不是你的行为 跌倒了 软弱了 就爬起来嘛 保禄宗徒把我们基督徒的生活 比作 这个跑道上 赛道上的生活 你看那些运动员 那些长跑的运动员 在那个操场上 如果跌倒了 他们做的是什么 马上爬起来 继续向前跑啊 不要在那里 自哀自怜 继续向前跑 你是天父的儿女 你是耶稣基督的宝贝 不要一想自己的未来 就充满悲凉 一想就是黄昏 等候你的是永恒的光明 永远的喜乐 相信吗 耶稣基督不是突然 死在了十字架上 为你死在了十字架上 他的复活 也不只是他自己从死里头走了出来 他和你是有关系的 那个关系就是 耶稣基督用他的死 救你脱离了死亡 救你脱离了魔鬼的爪牙 救你脱离了诅咒 他的复活 带给你新的生命 这个生命不只是来生的生命 而是能够影响到你每一个今天 感谢观看 你不要说 我没有文化 我的能力就这些了 我能够达到的水平就这么高了 你 你的能力 你的水平 加上天主的祝福 你知道等于什么吗 等于眼所未见 耳所未闻 人心所想象不到的美好 不要忘了加上这个祝福 更不要只盯着你自己 按着天主的话 一天一天的向前走 你要敢于想象 敢于期待 还有的时候 我们会认为 天主愿意我们 悲凉地度过一生 然后将来在天堂上 得到大光荣 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念 天主的祝福 包括你的昨天 今天 直到永远 如果他让你经历一个 恶劣的环境的话 他一定会给你 足够的恩宠 让你得胜有余 请你现在闭上你的眼睛 我说一句 你说一句 亲爱的天父 我的生命在你的手里 我把它完全交在你的手里 我相信 我也宣告 你为了爱我 打发了你的独生子 来到了世界上 让他替我 替我所有的罪过 死在了十字架上 我愿意 重新开始 再次启航 我要领受你的祝福 我要领受你的平安 因耶稣基督的名 我要接纳 我要接受 你给我的喜乐 给我的各式各样的祝福 我在这里 提前感谢你 为了今天 你给我的美好 给我的丰盛 我感谢你 赞美你 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美 阿们 我感谢你